拿出一根棒棒糖放入嘴中品嘗 這樣普通的動作 在雲林的東河國中內可別做 因為吃棒棒糖是口香糖都違反規定 當然不是因為動作不亞觀 學校解釋是為了安全考量 學校強調這只是宣導不會處罰 不過除了不能吃棒棒糖 還有人蒐集了不少雲林學校的奇怪 校規像是徒孤商工 還規定不可以坐同一張椅子 民眾還寫出居然高中規定 不可以留劉海 因為會遮住未來 還有不能尖叫 因為怕男學生會興奮 還有希羅農工如果生日丟人進梅花池 會計小過一次 二輪高中更規定 喝消毒水直接大過 讓網友很無言 也說喝消毒水確定來得及計大過嗎 學校回應 這是因為之前有學生慶生 做出了一些脫序行為 才會列入規定保護學生安全 華視新聞吳蓮許文吳健鴻與您報導